美国白宫与国务院15日透露 从2月起接触北韩被已读不回 16日 北韩金正恩包妹金宇正 突然声明警告美国要睡得安稳 就别散播烟消位 抨击美韩联合军演 尽管军演已经大幅缩减规模 台湾战略学者宋学文分析 北韩担心的关键是萨德系统变化 因为韩国暗示争取加入QuadPlus机制 美国接连与日本与韩国展开 外交国防2加2会谈 强调美日韩三方合作 宋学文观察 美方可能向南韩要求萨德升级为移动式 配合强化美日建构的重层导弹防御架构 征搜拦截来自中共北韩的飞弹 美方3月上旬表态 规划未来6年投入印太地区近274亿美元 沿第一岛链部署针对中共的精准打击飞弹网络 印太司令还警告 中共未来6到10年可能进攻台湾 跨得在3月中旬举行第一次四方领袖会 宋学文分析 虽然还没发展到类似亚洲北约 但在疫苗合作有效分工 有延续印太战略的现象 英法德等国家也实质配合 4月举行五国海上军演等等 这撼动许多国家 尤其之前对印太战略相对消极的南韩 四方峰会前夕 当外界探讨四方机制扩大接纳英国 南韩纽西兰越南等可能性 南韩外交部时日回应 相关构想还停留在构思阶段 政府不宜现在表态 不过南韩总统直属政策委员会成员 学者黄志焕表示 Quad的活动日趋多元 韩国不可能不考虑相关情况 他在8日投诉美国国会删报称 文在寅政府正考虑是否应当加入Quad Plus 宋在寅指出 Quad的后续可能涉及国际产业供应链重组 以及美方去年底通过的 4兆美元振兴方案的商机 目前选边美国队的澳洲 越南 台湾都有不错表现 南韩虽然担心得罪中共 也必须考虑跳入美方领导的大联盟 现在在电视黄亮剑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